岛屿、护理工作中,一定要严谨、细心、临床案例。 最近,某儿科发生一起投诉,因为儿科住院病人多,病床周转快,很多小病人住个三五天就出院了。 按照抗生死的使用原则,不同批号的药物,第一次应用前,都需要做过敏试验, 同一批号,间隔一天及以上时间者,需要再次做过敏试验。 所以,护士需要给后儿做皮试,实习生在科室待上一两周,基本上也都是属手了。 那天,中午时段,大教老师小B比较忙,就让一名实习生小B单独去给病人做青梅素皮试。 皮试时实习生,告诉病人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就按床头铃,自己也会随时巡视病房,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了。 没想到不到十分钟,病人开始出现呼吸急促,心慌,气短,进而发生了过敏性休克。 大教老师立马通知管床医生,赶紧带着实习生前往,客室打开皮试急救,喝的时候傻眼了,盒子里的肾上腺素又完了,没有及时补充。 小A只好火速赶回室,取了肾上腺素,再次赶回病房,因为是距离病是比较远,来回虽然都是全素,但还是耽误了一些时间。 这期间至少应该给病人吸上氧气,点上静脉液体,摆放体位,方便抢救,可是实习生哪里见过这种症事,根本无从下手。 值班医生又很年轻,抢救很外动,索性,在给病人皮下注射肾上腺素之后,经过一系列的抢救,病人最终无大碍,但就这件事情本身,家属提出质疑,并要求赔偿。 案例分析 1. 本案例中,护士存在哪些问题? 1. 时间安排 中午是人力相对薄弱的时段,进行批试或者输入,能导致过你的药物是比较危险的。 1. 一旦病人出现问题,很难集中科室所有人力参加抢救,一物抢救时机,毕竟这个阶段大家都外出吃饭,在科室值班的一般,只有一两个值班医生,年资高的,可主任,护士等等级本上不会在科室,为抢救带来很大风险和隐患。 2. 护士评估不得位,按照广东省卫生厅出版的临床护理技术规范,第二半中药物过敏实验的要求。 护士之前要确认患者的计时情况,患者不宜空腹时进行护士,过敏试验,安全核查,要做入院首次评估,责任护士,因此细询问,患者,及加速机网要误过敏实。 显然,上述案例中因为工作白忙,责任护士小A在没有详细了解病人情况下,只派实习生大为执行皮试操作。 3. 急救物品准备欠缺,临床护理技术规范,中批内注射数,药物过敏事业操作流程其要点说明中明确指出。 提示时要按理准备要,准备急救物品,其中,急救盒应放在窗旁桌上,能随时应用,如果精美做过米试验必须被0.1,百万号研酸顺上泄素等。 显然,小A和小B都没有打开急救盒,查看急救物品是否被提,想当然以为和内急救物品处于备用状态。 4. 实习生不应单独进行皮试等嵌入性操作,按照相关制度的要求。 皮试操作是一种有创操作,实习生没有职业症,不能单独进行操作,需要在待教老师的指导下才能完成。 另外,皮试对患者来说,潜在性风险很大,一旦发生,需要就地抢救。 所以,准确观察皮试,病剧有抢救能力很重要。 2. 类似情况,护士如何应对? 1. 责任护士必须做好病人的首次评说。 在进行各种操作之前,尤其是用药,即使医生已经检查看诊过病人,护士也不能嫌麻烦,需要再做一次评说。 详细了解病人的家族史、过敏史,是否已经用过餐,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 在皮试之前,最好确保患者已经吃过饭,且没有呼吸、心悸、发烧等问题。 评估需要一定的资历和临重经验,作为实习生还没有独立进行导班,责任感尚未建立起来。 对他们来说,更多的是报家学习的态度,甚至是完成老师教给的工作任务即可,尚不具备评估的能力。 思考问题叫片面。 所以,不建议要实习生自己去评说。 二详细了解患者的过敏时,有些患者并不知道过敏的具体症状是什么,只是简单描述为过敏。 护士要通过患者的诉说确认是否为过敏。 比如,有的患者用药之后出现恶心、呕吐等问题,其实是药物的副作用造成的胃肠道反应。 用药之前通过进食以及补充奥美拉索、盼托拉索之类的护卫药物,就可以大当缓解相应的症状。 同时,护士还应知道患者是口服过敏,还是静脉用药过敏。 两者有写入的区别,因为口服过敏不代表静脉用药过敏。 两者药物制作供应不同,过敏源也会不同。 患者如果静脉用药过敏,就减量避免再批试。 最好通知医生再次评说,考虑更换替代药物。 三,急救物品准备。 护士在进行批试之前,一定要确保环境安全,也就是病人在病室内有护士来回巡视,方便查看批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 同时,药案要求准备和查看急救盒,确保急救盒内的抢救药集群且标志清楚,在有效期内,没有发生变质等问题。 之前,笔者曾经了解到一件因为抢救发生的不愉快事件,病人没有被抢救回来。 家属在急救车上面的盘内,发现药物安不上的日期已经过了有效期,最排照留存证据,并及时封存了病理。 并起诉,为此承担了一笔不小的赔偿费。 所以,确保用药在备用状态,是每位护士的责任之一。 四,向患者及家属做好解释工作,交代清楚病人疲释期间的注意事项。 疲释后20分钟首次注射后需30分钟,不得离开病床或者注射室。 四,即不能离开医生护士的观察视线,必要时,疲释之前,可以告知值班医生,确保护你试验观察期间有医生在场。 五,准确判断及记录疲释结果,即时正确进行抢救及处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